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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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八月后边 从后边算来 第四行 第四 调五四 调心 不成不服 调身 不缓不挤 调心 不色不化 调棉 不戒不知 调食 不记不饱 这就是调五四 那么第四个五 应当要调和这五 五种 要用工资钱的 这些 事先准备的条件 证文里面 所说的五四 四地排的不好 好 应当是 按照这个 指贯的原文 先说明 调食 调睡眠 然后说 调身 调息 调心 因为 身 息 心 这三样啊 是要打坐之前 要修观之前 才要去调和它 饮食跟睡眠啊 是在平常时就得调和的 那么 虽然是五样式 但是这五样式应当分两种 饮食 睡眠是平常时的调和 深细心 是在打坐之前 正在打坐的时候 正要入观 正要打坐 修止观的时候 才去调和 所以应当要 这样子说明啊 比较有次第 现在这里一开头 先说调心 那么其次才说到调息 才说调身调息 这个好像是次第啊 不打调顺 那么我们现在讲的时候啊 不按照正文的次序讲 要按照我们刚才所说的那种方式 就先说明 调饮食 调睡眠 然后才说到 要打坐之前 正要打坐的时候 调身调息调心 什么叫做调啊 调是调活 举例说 好像这个做吃气的 桃丝 这个桃丝要做这个吃气啊 他必须要把这个吃气的原料 泥巴 把它调好 把它调好 不要太硬 也不要太软 正好 这样子才能够把这个吃气做好 又好像 这个音乐家弹琴啊 这个音乐家弹琴啊 或者是拉扶琴啊 他要弹琴的时候啊 必定先要把这个琴线 先把它调好 不能太紧 太紧 一弹就断了 不能太宽 太缓 那么缓了 弹不出声音来 所以 必定要把这个琴线调得正好啊 才能入笼 才能谈 那么这个打坐之前 事先准备啊 也是这样子 把这些都调好了 然后才能够真正的入座修观 那么现在就先按照这五样师啊 顺序说明 先说调饮食 这个正好看不看得无所谓了 反正这个容易听得懂的啊 先说调饮食 调饮食啊 吃东西 我们平常都吃三餐啊 这个打坐的人啊 要打坐要修观 打坐的人对于饮食啊 要调到不饥不饱 饥食饥饿 如果吃的太少了 会 就得空虚 体力不够 营养不够 所以对于饮食的调活呀 第一要做到 少不自虚 多不够量 注意这一点 少 不要少到营养不够 就得这个虚虚的 站都站不住了 就是好像饿了两三天不吃饭的这种人 你看他怎么能够打坐 怎么能够修行 所以 你法轮未转 十轮 十轮先 法轮还没转 饮食的 这个 四轮呢 要先转 就是有饭吃 吃饱了 才能够修行 吃的太少了 饥饿了 那么这样子 肚子里面 老是在叽叽咕咕 你叫他要进你下来打坐 这是做不好的 这少不要自虚 虚少了 就精神提不起来 那么 多呢 多也不能超过 吃过量了 那你坐下来 老是在分层 吃饱了 就想睡觉 所以如果饮食吃的太多 老是想睡觉 这样子 那你打坐也没办法做好 所以这个丛林啊 尤其这个残堂 残堂的饮食 他都是都是有规定的 不能吃多 那么大概啊 就是七分 七分饱 这个七分至八分饱 不要再多 这个要自己调好 七八分的样子 这个别人没有办法听你调 要自己调 假定说年轻人 他觉得吃饭呢 就吃三碗才够饱 吃三碗下去啊 就不必再吃了 也再吃不下了 如果是这种情况的人啊 那他在打坐的平常食 饮食啊 不要吃到三碗 顶多顶多啊 吃个两碗半 少吃半碗 这样子大概就是七分到八分了 不要太满了 因为你吃的太薄了 他就坐下来就分成了 也不能打坐 所以饮食啊 也平常是自己调 吃两碗的 不要吃太满了 那么总之呢 自己想办法把它调好 吃的饮食 大概七分到八分 不要超过九分十分 这样子过量了 那么心就进不下来 就老是想睡觉要分成 这是对饮食方面的调活呀 于量方面说 不积不薄 就是少不秩序 多不过量 就是不积不薄 那么第二点呢 要注意这个饮食的品质 所吃的东西的品质啊 也要注意 不能太随便 例如现代的饮食 像素菜 往往会有这个农药的问题 所以凡是这个素菜啊 尤其这个绿叶菜 必定要用盐水洗干净 要多洗 要多洗干净 或者是用盐水泡过 这样子啊 才免得有这个残留的农药啊 吃出问题来 这个要注意啊 就是凡是 这是做饮食的人 厨房的烧菜烧饭 那么特别注意这个 所有的这个菜 必定要把它洗好 洗干净 如果是 可以知道它比较农药的成分会多的 那必定要让它在水里 盐水里多泡一泡 例如说我们平常买素菜 一般人都喜欢买那个很好看的 很漂亮的 没有虫咬的 殊不知这种的最最危险 例如说那个豆子 那个长长的菜豆 你看它长得很漂亮 很肥满的 这个看起来蛮好吃啊 可是这个农药最多 农药最多 为什么 假如它不撒药的话 虫要咬 两三天它就咬了 那么这种东西 你发现这个很好看的 假如你没有把它洗干净 或者是有残留的农药 吃下去啊 就出毛病 所以要注意这个饮食的品质 要做之前呢 要把它洗得很干净 第二点还要注意到啊 这个素就是吃素 素菜类啊 也要注意有些菜是死人啊 这个会发生问题的东西啊 也不能吃 例如有些人只知道吃素啊 只要不是肉就行了 那么他们吃素菜吗 反正都是素菜都吃 那么因此啊 葱 蒜 这个韭菜啊 那么这些东西啊 所谓五星呢 他认为这个都是素菜吗 因为这个也不是肉啊 为什么不能吃啊 我记得我二十几岁的时候啊 住在石头山 有一天啊 因为在正在建设大殿啊 有一天这个工人啊 他要我去到他的这个 到他家里去谈谈话 就谈这个建筑问题啊 那么因此他呀 也蛮好心的 要我再到他家里吃饭 那么我说我吃素不方便啊 这是没关系的 我家里有这个偷倒油了 没有问题了 那么结果你 他是很用心的煮啊 煮了好多菜 做了好多菜 可是那个菜里面呢 当然素菜没有错了 都是用花生油煮的了 可是每一样菜啊 然后我蒜头了 我尝啊了 那么每一样都有这个东西 他说这样拌一拌比较香啊 那么我一看 糟了 今天没有一样菜 一样菜能吃的 我就坐着眼睛 眼睛一直望一直看 也不敢说 不好意思说 又不能吃 那么这个主人一看呢 怎么不吃啊 我这个通通素的 没有肉啊 我说素是素的 可是这些东西我都不能吃啊 什么东西不能吃啊 肠啊 菇材都没加 还有那个蒜头 这个都不能吃 他就认为这个都是素吗 为什么不能吃啊 他不懂得这个道理 那么好多人都会问到这个问题 这是素菜吗 为什么不能吃 因为这个五星之巫啊 他会使人增长烦恼的 所以这个愣眼睛里面说 这五星呢 就是 熟食 因为这个 活龙帮太多了 吃下去啊 会增长这个 不好的念头 熟食 发饮 身痰正慧 如果是生吃 蒜头之类 如果你把它当做发生米 生吃啊 吃下去啊 会增长这个 成汉心 发脾气 我从前看到 从大陆来的那些阿兵哥 有些地方啊 那些阿兵哥 他把这个蒜头啊 当做吃发生米 一样的吃法 他平常是就拿来 当做 这个 随便拿来 就当做零食 吃零嘴啊 他就吃这个蒜头 可是他吃惯了 不吃难受 可是这种人啊 真的 他的火气特别大 火气特别大 说不到两句话 他就吵家了 吵不到两句话 他就打起来了 难怪他当兵 他老是打架 他喜欢打 他平常不练 不练打的话 真正打仗 他怎么能打呀 他自己 这个部队里面经常啊 吵起来就打了 那么这就是 吃那个蒜头啊 那么所谓生坛正会 佛经里面说 一点没错 因为你把它当生的吃 吃多了 这个容易发光 干活 肝脏啊 有火气 肝脏有火气啊 就很容易发脾气 这个脾气发起来很暴躁 这种人呢 脾气很暴躁 很容易发怒 所以如果你要修道 要打坐 吃这一类东西 对修行方面 是有很大的反作用 所以要修行的人 尤其吃素 这一类素 虽然是素材啊 可是绝对不能吃 肠啊 蒜桃 骨彩 这类东西不能吃 这最普遍的 现在恒春出产的 那个洋葱 大葱头 那个一样 也是不能吃的 吃这些东西 会增长 这个不好的 这个贪恋 或者是动成恨心 由此啊 对这个修行方面 会发生很大的障碍 那么因此之故 也要注意到这些 饮食的品质的问题 你纵然不是吃常数的 如果你要打坐 要用功 这些东西还是要少吃 愣眼睛里面说 如果经常吃 这些五星之类的人啊 因为他有这个 分心的那个味道啊 有那个臭味 有一类恶鬼啊 最喜欢这类的 五星的味道 所以这个吃心的人 假藏啊 蒜桃的人啊 他睡着了 这类的鬼啊 就是填他的嘴巴呀 填他的嘴巴 因为他喜欢这个味道 他闻得满香 所以如果你吃蒜头 吃窗 吃这类的五星之物啊 那你吃过了之后 睡觉的时候啊 那鬼就替你啊 借吻了 哦 那很危险 你不要跟他开玩笑 这个东西不好玩的 假如你老是吃这种东西啊 那鬼的老是接近你 那么经常跟鬼在一起 这个悼念就会发生障碍了 会打仗 所以如果真正要修行啊 五星不能吃 五星绝对不能吃 现代人啊 很奇怪 慢慢都讲究现代话 他跟着潮流跑 跟着社会跑 他不讲究这个修行方面 所以往往有人说 现在的蛋也能吃啊 蛋啊 吃蛋的 阿能才 他不但是那个阿能才 吃蛋啊 现在真正的佛教徒也在吃蛋 真是浮屠蛋 这怎么能吃啊 你不管他有没有生命 这个蛋都总是不能吃的 吃蛋啊 这个嘴巴的味道总是不好 跟那个五星的味道是 还有眼中的 我看这个吃五星 鬼就喜欢舔它 我看吃蛋他更喜欢了 所以这个 不管他是不是有生命 真正要修行 蛋还是不要吃 不要吃蛋 不要吃蛋 不要吃五星 那么有人说 这个可以吃 那个可以吃 那你吃肉好了 省麻烦嘛 还有选择 何必那么麻烦 那碰到就吃 那不就好了吗 可是学佛 如果你不修行 不讲修行就没话讲 假如你真的要讲究 修行的话 你可不能跟潮流跑 可不能跟人家学 那么我们应当于 圣言量做标准 圣言量做标准 在愣眼镜里面 说的很清楚的 因为你吃这个 大地所生长的东西 那么足不离地 你吃这个东西 你就离不开这个范围 那你吃众生的身份了 那你将来总是 还是要缓解众生的 这个蛋 不管它有没有生命 总是众生的身份 那么 而且这个味道 会影响到 这个 这个修行的 这个功夫 所以最好啊 要好好地 保持这些 不能吃的东西啊 不要因为现在 科学时代了 太空了 那么就无所谓了 乱吃啊 那么 倒也修不成 所以现在一般呢 真正有修行的人少 也是一个原因啊 那么这是说到调食 饮食方面应当要这样调 其次啊 调睡眠 调睡眠 调眠呢 就是睡眠 该睡的时候就得睡 那么不要摆天睡懒觉就好了 晚上该睡的时候应当要让他睡 该睡的时候不睡 晚上不睡 好了 白天没有精神 白天没有精神 那么白天都是老是分层的 坐在哪里 老是想要睡药 那么这样子怎么能够修观呢 所以这个调睡眠呢 不接 不知 接 就是尽量减少了 不要减少到太少了 没有睡好 太少了 太少了 他们白天没有精神 因为眼睛啊 以睡眠为始的 像欧罗罗托 他因为不睡觉 七天就把这个眼睛饿死了 眼睛就看不到了 瞎掉了 所以眼睛如果不睡的话 他必定要生病 所以该睡的时候 要让他休息 眼睛必定要休息 所以不接 不要硬性的接得太少 但是也不能支放他 支啊就是总放 随他去 总放 想睡吗 就让他睡 哦 那么一天到晚呢 24小时 睡过18个小时 哦 那么这样子睡就不行了 哦 这个对身体也会睡坏的 啊 所以对这个睡眠方面 自己调 啊 佛遗教心里面说 啊 初夜 后夜 还有努力进修 啊 打坐啊 读经啊 啊 或者是礼佛呀 也是 补助这个白天 修行的不足 啊 尤其在家就是 他白天对上班 没有时间修行 他只能利用这个 初夜 后夜 啊 临睡之前 早上提早起来之后 啊 那么用点功夫 修点行 那么 如果不用这个时间呢 其他他就没有时间修行了 就是 初家人 做专门修行的功夫 他也得要在初夜 后夜啊 啊 补 补出这个白天的不够的地方 啊 所以只有中夜啊 啊 可以做休息一下 那么中夜的时间呢 大概总是在 于现在的终点论呢 十点到两点 这四个小时 算是中夜啊 啊 那么应当要早睡 早起 啊 过了九点以后 就得休息 到了十点 必定要把它睡好 啊 那么早上 过了两点呢 必定起来 啊 那么 就是不能两点起来吗 三点啊 那么也应当起来 那么普通一般的丛领啊 呃 就是最吃的 也是四点起床的 啊 从前的大丛领啊 有好多都是三点半就 敲 呃 敲三半就起床了 啊 那么普通一般嘛 最最吃也是四点 如果是寺庙里 呃 早上的打板呢 也是等到天亮的话 那时间是不够用了 因为起来要做功课的时间都不够了 所以呃 必定要早睡早起 呃 普通一般在家人呢 尤其做生意的人 往往会有反常的情况 晚上很晚才睡 呃 那么有些 尤其这个做饮食方面的生意的人 呃 或者是开这个旅 旅馆的人 他总是要很晚很晚才睡 那么白天呢 睡得很自在起来 呃 这样子对身体 并不好 应当啊 呃 晚上要早一点睡 呃 不要超过十点 如果能够在十点左右就睡 早上早一点 三点多就起来 或者是四点起来 这样子是比较适合 对身体啊 才会有有帮助啊 那么如果要修行 早上一早起来 那个时候很安静 那么对于用功方面呢 也有很大的帮助的啊 这是调睡眠 睡眠也靠自己调的啊 个人的体质不一样 有人睡少了啊 你纵然跟他说 睡个中夜 四个中点 五个中点 他还是觉得不够啊 啊 因为在他的体质 或者是比较虚弱 或者是有特殊的情况 他晚上要睡个六个小时 七个小时 那么如果他的体质 必定要这样子才够 也得随顺 他慢慢调 慢慢减少 那么如果是 不必睡那么多的 也就不必勉强啊 呃 我平常是锻炼一种习惯 呃 想睡了就得睡 不要勉强拖啊 晚上到了这个碗扩做好之后 想睡就让他睡 睡醒了就得爬起来 不管他几点钟 不看终点 睡醒了就爬起来 爬起来做功课 功课做好了 如果看发现还早 才三点多 那回去再睡 没关系啊 那么这个我才可以 因为我早上没有随众上殿 假如这个一般的常住上的大众 当然不行了 如果像我这样子 这个都要搞得大乱了 哦 人家做功课 你在睡大觉啊 那么晚上人家睡觉半夜 你在做功课 这样子并不好 这个大众共修 不能这样子啊 那么这是呃 个人特殊的情况 我的反省 我可以这样做 但是普通一般出家人啊 如果要跟随大众上 早晚殿 那就不能这样做啊 那么因为我 现在有老好卖了 哦 可以卖老啊 那么而且啊 我多年来早上都没有谁 没有谁中上殿 那么都是自己做功课 那么因为自己做功课嘛 比较方便啊 所以我不管他几点钟 不会打岔到别人的 妨碍到别人的安静啊 那我睡醒了 爬起来 手脸洗好了 就是做功课 功课做好了 看还早 有的时候功课做好了 还不到三点 那我就回去再睡一会 啊 那么这样子啊 呃 好像身体会比较调活一点 啊 当然了 有的时候也会睡到 人家打扮还不知道起来的 啊 所以不要好的方面 就提出来讲啊 这个不好的就不讲 呃 因为你很了不起 我不简单 我没有什么了不起啊 当然了 半夜爬起来做功课的 固然是有啊 睡到四点半的 也有的也有这个时候啊 因为这个呃 没有用这个硬性的规定吗 当然就会有这种情况发生 那么如果大众共修啊 就锻炼 锻炼让他成为一个习惯啊 那么必定要到了时候 就得睡啊 到了时候 必定要起来 从前在服务学院里面读书啊 哦 那么学院里面有硬性的规定 晚上十点 必定要熄灯 必定要熄灯 呃 熄灯之后 如果发现有人偷偷点灯看书啊 哎 处罚的 要处罚 呃 如果哪一个半夜里偷偷点灯 呃 他会用这个呃 黑色的布啊 把这个窗户遮起来 点灯看不到 那么这个建学老师啊 他呃 来看的时候发现你里面都是黑黑的吗 那么你偷偷的在里面点灯人家不知道啊 可是久而久之啊 呃 总会有一天会被他发现的啊 一不小心啊 落出一个小洞洞来给他看到了啊 那以后也会找到麻烦 那么这样子并不好 因为你晚上开夜车好了 明天早上飞起来不可 那么起来要跟大众一样起来 可是人家在做功课的时候 人家念大悲咒你就念葫芦葫芦了啊 葫芦葫芦都什么你睡了睡大觉了啊 那么人家念咒你在建租公啊 呃 这不好 我从前在呃 读读书的时候啊 在中立元光是期间不长了啊 时间很短几个月而已 那么我就经常发现有同学啊 呃 因为那个地方的功课跟我们这里不一样 因为他是那个从前是日诗的 跟日本的这个大殿一样 都是打坐 坐就坐功课 连侨佛 呃 这个最好了啊 坐在哪里睡觉谁也看不到 呃 因为坐着连侨佛嘛 不是现在站着 站着不能睡啊 站睡会倒下来啊 那么那坐着正好方便啊 所以因此啊 我经常发现有些同学啊 呃 坐在哪里念来念去 只有微诺一个人念啊 有的时候连翘木鱼的都会睡着啊 啊 很好笑啊 呃 那么因为他呃 大家都是赶功课嘛 白天的功课很多 晚上开夜车 好了 开到半夜过啊 这个没睡好 那么 大家不起来不行 呃 起来坐功课 坐在哪里正好啊 呼噜呼噜念大白昼了 呃 很严格 哪一个半夜还偷点灯看书的话就处罚啊 呃 因为大众共修 非这样不可啊 否则的话 他会弄得大乱的啊 所以这个饮食睡眠了 自己平常调 因为 现在真正的丛林 呃 大众共修的机会不多了 呃 差不多都要靠自己 自己想办法平常时把它调好啊 然后才能够修行 那么下面就说这个打坐之前呢 调身 调心 调心 按照这三个步骤啊 持续去调 呃 要打坐之前 先调这个身体 就是要坐下来啊 先调这个身体 那么调身啊 不缓 不急 身体太松了 也不好 也不能穿这个紧身衣 现代人喜欢穿这个呃 这个紧身的衣服 穿在身上啊 这个拉得很紧的那种衣服 打坐 是不适宜的 打坐的时候啊 衣服要穿松的 宽松的啊 古式的那种衣服啊 比如说很宽的 这样子比较适宜啊 还要调这个衣袋啊 不能绑得太紧 也不能太松 太松了会掉 太紧了 这个血脉不流通 会出毛病啊 那么要打坐之前 先安排这个打坐的地方啊 先安排坐的地方 要很安稳啊 那么这个坐垫啊 按照一般的讲话 要打坐啊 总是要把这个后边呢 坐的地方 稍微垫高一点 垫高一寸 或者是一寸半 稍微垫高一点啊 那么普通一般都是这样说 但是我最近 最近也看了一篇文章啊 有一位长老 他认为啊 打坐还是平坐为泥 平坐为宜 就是不垫高 后边不垫高 就是平的 平的啊 那一般说 都是后边稍微垫高一点 可是这位长老 他认为这个垫高并不好 啊 还是一平 就是平的 比如说榻榻米啊 平就坐 就好了 不要另外垫高 啊 那么他这个看法呀 我就得有道理 这是个人的习惯啊 我呀 几十年来的习惯 我在坐的时候 我不垫 坐的时候不垫 不过看个人的习惯 想要你已经垫成习惯了 不必改 不要改 按照原来的习惯 不过这个坐垫呢 要注意啊 不要太密的 太暖的 坐久了会发热的 那么这样子容易出毛病 或者是犯痴疮等等啊 会发生这个毛病 所以最好啊 这个坐垫呢 要有 尤其在夏天 有良性的 凉的 坐凉的 不要坐这个犯暖的东西 尤其像海绵啊 笼类啊 什么特多笼之类 这类的东西去坐的那种坐垫呢 他仅仅的不透风 那么坐久了 也出毛病 有人主张用棉花 棉花垫 比较适合 他不会太暖 不过 看人啊 以我的习惯呢 这个棉花垫 我也坐不来 也是坐得太暖了 那么 夏天 不要太发暖的东西 坐垫 那么冬天呢 就比较无妨 但是也不要有这个 弹簧的东西 好像沙发 有弹簧的 他这个 把这个身体啊 这个逼得很紧 坐在哪里 不舒服 不自在 不要坐那个有弹簧的 像沙发之类 以这类的这个坐垫 坐在哪里啊 坐得很紧啊 对身体不好 所以这个打坐的时候啊 坐垫 先把它调好 如果是夏天打坐啊 要比风 不要对住风 不要对风 不要有风 对面吹来 侧面也不好 总之四边 不要有风 对面吹 如果你这个 正在打坐的时候 毛空都开的 如果被这个 外面的冷风一吹啊 很容易感冒 会出毛病 所以就是夏天打坐啊 也要比风 所以禅堂 不管你是冬天夏天 坐的时候 它门都是关起来的 门都是关起来 就是恐怕这个 有冷风吹进来啊 出了毛病 纵然是天气很热 宁可让他出汗 坐在哪里 让他出汗 没关系 不坐了 起来了 再把这个衣服 换好就好了 坐的时候啊 不要吹风 尤其这个吹电风 吹电风更不好 如果你为了要 休息打坐 而在哪里吹电风 只要出毛病 如果你是自由自在的 随便坐 坐在哪里念佛 那吹吹没关系 假如你是腿盘起来坐的话 那不能吹电风 也不要有这个 就是天然的风 也不要当风吹 只要这个 不要对面 不要正对的 对着坐的地方 那么侧面的地方 偏僻的地方啊 让他通风就行了 如果是冬天啊 冬天打坐啊 要用毛巾 大毛巾啊 把膝盖包起来 因为这个膝盖最怕风 如果万一这个打坐 坐的时候膝盖受凉了 会变成风湿 变成风湿 会出毛病 我就找到这种毛病啊 膝盖受到风湿 那么怕冷 一吹到这个冷气啊 这个膝盖就受不了了 有发酸 没有力气感 这都是风湿的原因 那么从前自己住在这个湿洞里面啊 没有注意这些问题 平常这个坐的时候啊 根本就没有注意 所以结果啊 有发生这种情况 这是我经验之谈啊 那么你平常如果真正在学习打坐啊 冬天要用这个大毛巾 把这个膝盖包起来 那么如果这个有些人的这个肩膀怕冷 这个肩膀会怕冷啊 冬天如果坐在哪里 肩肩膀觉得怕冷的话 要用披风 就是这个衣服啊 把它遮起来 用披风啊 穿起来啊 加上这个披风 才免得这个被吹风了 那么受凉了啊 那么这个身体虽然是假的了 我没有借假修真啊 没有这个假体 也就没有办法修行啊 所以还是在爱护他 也照顾他 不要让他生病啊 尽量啊 保持住不要让他生病啊 那么当然要完全不让他生病 是不可能了 但是你平常要会照应 自己会照顾他 你不要当风吹啊 不要出毛病 那么这样子无论如何 他会减少到最低的限度啊 那么这个做的时候啊 盘腿啊 如果能够盘双盘 当然是最好了 就是左脚搬起来 搬到这个右脚的大腿上啊 那么这是单盘 然后把右脚搬起来 搬到这个左脚的大腿上起啊 那么这就叫做双盘 就是双家夫 家夫坐 单盘坐也可以 当然是双家夫 家夫而坐 双盘是最好了 佛坐在菩提寿下 成佛的时候就是这种做法呀 双盘而坐 你看佛像都是两个脚掌朝天的 都是双家夫坐 能够家夫而坐啊 盘腿坐 最稳固 最安定 不会倒 总是睡着了也不会倒下来 那么所以这个家夫而坐啊 比较容易入定 心容易静下来 所以从前呢 有这么一个故事说 有个这个老崔行 在野外的寿底下打坐 双盘盘起来坐的时候啊 那些鬼道众生呢 他没有看到这个打坐的人 他只看到一个金色的宝榻 金的看到一个宝榻 哦 这些鬼道众生 看到金的宝榻呀 因为是佛塔 都在恭恭敬敬的在拜 可是双盘盘久了 会酸啊 是不是 那么这个双盘满久了 他就单盘了 放下一个腿了 单盘 这个单盘的时候啊 这个鬼看到的情况又不一样了 不是金塔了 是银塔了 变成白的 银塔了 他银塔还是可以了 比较差一点 他还是败 但是这个单盘盘久了 也会酸啊 就是瓶座了 两个腿都放下来了 瓶座了 这个变成瓶座之后 这鬼所看的又不一样了 不是银塔了 变成什么呢 就是泥巴了 一个泥巴 一堆的好像泥 泥巴的山座在哪里一样 他没有看到金 也没有看到银塔 就看到一个泥巴座的他 他们不败了 泥巴的他不败了 那么这 是不是有这个事实不对 我的儿子我是听来的 我听过老师兄讲的 那么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 这个双盘单盘都有它的功用 不过最起码 双盘座心容易进 容易进 我从12岁就锻炼好这个双盘座 已经有50几年的历史了 那么我觉得如果是太踢劳的时候 就是双盘盘起来静坐一下 就觉得比较容易回复 那么这个双盘如果久不盘起来坐 会觉得好像少了什么东西似的 那么虽然不能做得很久 但是每天他总的做它一次一次 最少做过半个钟点 这样子他成为习惯了这个双盘盘 很习惯对自己的身体有很大的帮助的 不过这个双盘最好是小的时候锻炼 小沙咪的时候锻炼比较容易 如果年纪大了 骨头硬了 那就不大方便了 我断双盘的时候 那是碰到一个机会了 是无意中的 因为我在12岁住在石头山圈话堂 我是跟着那个相当师供一个房间 而那个相当师啊 他是喜欢打坐的 每天晚上这个要睡觉之前呢 他又坐两个小时 他坐的是石板 用这个石头当做坐垫 本来石头是不适宜 可是他坐惯了 他坐在石头上 一块大石头啊 放在这个床上 当做坐垫 每天晚上坐这个两个小时 因为我每天晚上看他这样坐 那么我也想坐 想学习 我看他坐的时候 盘窗盘很容易 那么我在旁边也在盘了 学习盘 他看到我这个小孩子在学盘了 他说好你要坐吗 来我叫你 小孩子的脚比较软吗 他一下子两个脚都给我盘起来了 那么盘起来盘得很紧啊 自己也没办法放下去了 那么这个时候啊 他不但是把我的这个双腿盘好了 他那个时候日渐时代啊 他穿那个佛服 瓦服骨啊 他有腰带 很长的腰带 他把那个腰带把我的腿绑起来 腿绑起来 腿绑起来之后 那么手叫我手怎么摆 手摆好了 他连手也绑起来 因为你手不绑起来 你自己会去把它解开啊 连手的绑起来 好了 绑得紧紧的坐在他的身边 不能动了 那么他把我绑好了 他就打坐了 他坐一坐两个小时 那我糟了 那我没办法了 坐了半个小时啊 麻了 腿都放麻了 吃不消了 然后一直喊了 要求他替我解放了 可是他不理你 他闭着眼睛 他做他的 那么一直坐坐 跟他坐了两个小时啊 我觉得不但是腿麻了 连心都麻了 觉得已经是 好像要失去知觉那种 那种情况 好难受 他两个小时坐下来啊 替我解开了 解开我一下子 棒就倒下去了 这倒下去就睡着了 然后明天天亮起来 明天晚上就可以跟他坐了 就可以盘腿了 所以我的腿是这样的盘起来的 但是他不但是把我绑起来 他还把用他做的石头 把我的腿压住 不压 他恐怕我会倒下来啊 用腿 用石头压住 然后他坐在床上 那么现在这么一次的苦练呢 成功了 一次就成功 小孩子可以 年纪大的不行啊 年纪大 腿弄断了 怎么办呢 麻烦了 所以这个盘双腿 要年轻的时候 最起码 年轻的时候断练 如果上了年龄呢 五六十岁 不要勉强 不要勉强 平坐就好了 盘单盘也可以了 那么这是调身 这个腿怎么盘法子呢 刚才讲的左往右先上 右往左后上 这个叫做吉祥坐 吉祥坐 另外有一种做法 右先上 右脚先上 然后左脚上来 这样子叫做降摩坐 不过这个 也没有死板规定的 主要还是靠习惯 假如你吉祥坐 成为习惯了 就吉祥坐好了 不要勉强 这个就是调身呢 先把这个打坐 这个身体调好 那么这个坐好了 然后要调这个坐的姿势 让他坐的鼻子 不要用勉强 头啊 不要往上 这个眼睛看天花板 那不好 这个出毛病 那么也不要低着头 眼睛看地下 也不好 最好啊 就是坐着的时候 这个脖子靠着衣领 脖子靠着衣领 很平正的 就是鼻子 鼻梁到这个旗啊 到这个堵旗的地方 就是一条线 一条线 眼关鼻 眼睛望下看 看着这个鼻尖 有点白白的地方 看着自己鼻尖 眼关鼻 整个鼻起来 它会睡着了 会念大悲咒 呼噜呼噜 所以这个不要整个鼻起来 少少开三分 眼睛望下看 看这个鼻尖 鼻尖正好对着心 眼关鼻 鼻关心 那么这个鼻子对着心 对着这个旗 就是一条线 手啊就是两个手这样子啊 放在这个腿上 不要端着 端着很累啊 抱手 就放在腿上 很自然的 而这个手不勉强 两个大拇指啊 轻轻的对着 轻轻的对着 不要离开 不要离开 轻轻的对着 这样子 很自然的 很自然的 这样子做法啊 不要勉强 哦哦这样子 哦这不好啊 就是很自然的 让这个手啊 很自然的 这个两个手指头啊 相对轻轻的阻 接触住啊 摆在这个腿上 这是调身 啊 把这个身都调好了 不能有所倚靠 前后左右通通 不能有所靠 靠不住的啊 不要靠 那么前后左右 都是空空的 就是一个人坐在那边啊 那么一条线 鼻直啊 不要太勉强 不要出力 不要用力 很自由自在 自由自在的 这样子坐下来啊 心才能静 先调身 身调好 那么要打坐的时候啊 事先衣服都要注意 看当时的气候情况 冷热都要注意 太热了 你衣服穿的太多 吃不消啊 等于全身都是汗 那怎么办啊 如果穿的太少了 那冬天冷了 坐在哪里发抖啊 那不是办法 对出毛病 所以要打坐之前呢 都要注意这个衣服 不要太少 不要太多太暖 那么正好 这个配合这个身体 正好就行了 这个是调身 因为这都是学习 打坐很重要的地方啊 这讲的比较细一点 这个调五思啊 调食调棉 现在讲到调身 调细调心啊 我们留到下次再讲 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啊 下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鉴于现今各种天灾人火层出不穷 众生身心受着许多内外的压力与伤害 为此 慈悲志愿成立中华国际诗诗协会 推广大乘佛教 上供下师之慈悲法门 体认世尊 施设慈法之慈悲本怀 如此不仅能分担如来家业 布施者亦得福 施为明阳两立之善行 修诗诗诗与焉供法 是增加福报的最快方法 不仅布施六道众生 可以增长布施者 福禄受财 生生世世 福寿长 善根具足 也因为布施轨道众生 与众生结善缘 则能免除一切有形无形障碍 能对我们世间的生活需求 事业有所注意 国际万场焉供 自104年4月11日起 至110年4月23日中午指 海内外 共30万3025场 布施蚂蚁 小鱼 自105年5月21日起 至110年4月23日止 海内外 共12311次 小鲑�集内 生世马外 衣食 一世 合出砂为 Push 十五 anunci 通 Прàd 得筝 一世 玩意 生世 出生光明 眼照圆照 乃至佛所 共睛离开 善命一旁 一起白火焰 双眼神与人 何光得地 四里求星祖 星球最吉祥 是罪如是大叶 作词 星球最吉祥 作曲 星球最吉祥 作曲 星球最吉祥 曾经有得者 史未最吉祥 曾经有得者 史未最吉祥 深陆月税晕 新竖 曾经有得者 忘记 corresponding 主送知故 其实不现地 只身亦联大 始为ір sellers 我能用秘籍 连世如今仙 连叹也任兮 世为最细相 奉养夫妻 爱不几月子 总也有无憾 世为最细相 不是好平等 帮助众心卷 行为无瑕疵 世为最细相 写心虚精致 可寄不应久 每个箭无影 世为最细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祝世文教法 世为最细相 仁爱与顺踪 得见终相 祝世文教法 世为最细相 是世文教法 世为最细相 是世文教法 世文教法 世文教法 是为最吉祥 阿风无用心 无忧无忠 因尽无烦恼 是为最吉祥 你自信指着 无望而生 你借主的路 是为最吉祥 我可以说 我可以说 圣福皆回向 普愿沉溺诸众生 数网无量光佛差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赫萨 摩赫般若波罗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